今天早上不少人打开了YouTube想要看个影片 但是都发现怎么卡住了 无论手机或是网页版 统统跑不动呈现像这样子的黑画面 YouTube官方在8点钟赶紧在推特上发言 要大家不要紧张 而在工程团队全力抢修后 早上9点半终于完成修复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明故障原因 而YouTube全球大档机超过一个半小时 至少就影响了20亿用户 PTT上的网友更是一片暗红遍野 一大早起床很多人就是习惯点开YouTube看新闻 但一点进去怎么都跑不动 不论换几个频道再怎么猛暗滑鼠 都呈现这样大档机的状况 网页版手机版统统不能看到底怎么了 就卡住了一直在转 觉得是手机网路问题 大多人第一反应都以为是自己手机还是网路坏掉 直到YouTube在推特发文 要用户看不到影片别紧张 因为大家的都坏掉了 团队已经在积极抢修当中 就是不行了不能播放啊 对小孩子影响比较大卡通没得看 12号一大早8点多全球YouTube都当机 至少20亿用户都成了受灾户 故障超过一个半小时终于在9点半左右修复 不过PTT上网友还是哀红遍野问说难道是手机坏掉叫我该换了吗 以为太常上班看被公司锁IP不能当薪水小偷了 跟校说网红全都要失业了啦 索性目前网站都已经恢复正常 接下来当头林明州台北采访报道 从明年冤旦开始国民年金要涨价了 未复部公告经算之后发现 现行的国民年金保险基金 只够给付到2031年 没有达到法定规定的20年标准 因此决定从明年1月1号开始 国民年金的保险费率将会从现行的9%提高到9.5% 估计会有302万人因此受到影响 算一算一般身份的民众 平均每个月要多缴55元 一年下来会多缴660元 提供没有收入的国民也能纳保的国民年金 经过财务精算 发现现行的国民年金基金 只够给付到2031年 没有达到法规规定的20年标准 让卫福部宣布 从明年1月1号开始 保费费率将从9%调涨到9.5% 估计有302万人受到影响 每个月将多缴27到55元 那55块我是觉得还好啦 大家都一直在用啊 甚至还有的很难用啊 根据国民年金法的规定 国民年金的保险费率施行第一年 保险费率为6.5% 第三年调高为0.5% 每两年得调高0.5% 直到上限12%为止 但如果保险基金余额 够支付未来20年保险给付 就不用调高 只是现行的国民年金 只够再给付11年 因此依照规定调高保险费率 从9%提高到9.5% 而这样的调幅 估计会有302万人受到影响 其中270万的一般身份者 月缴保费将从987元 调整为1042元 等于每个月多缴55元 一年下来得多缴660元 在这波涨幅中 有16万低收入户 或是重度身心状态民众 不受费率调涨影响 尽管国民年金的调幅不高 但对部分民众来说 仍感到吃不消 记者送不到 还有莱克多巴胺美猪 在明年就要开放进口 但行政院先前 却发函给各县市政府 要求自治条例当中 只要有关莱季领检出的部分 因为跟中央抵触了 所以必须要限期修正 当时引发地方的反弹 台北市长柯文哲 睽違一年半 再度到行政院 亲自向院长苏绢昌表态了 那么当下喊出了四点建议 包括标示莱猪 公布源头流程图 还有要修正残留容许量单位 以及新增税号 会后柯P亲上火线说 他不是来吵架的 跟当众建议苏葵 不要搞到社会动荡不安 市长今天来赞莱猪吗 睽違手面带笑容信心满满 台北市长柯文哲 睽違一年半 再赴行政院会赞莱猪 人才刚进政院办公室 柯P脸书就打卡喊话 准备提案报告 源头管理明白标示 开会一小时后 亲上火线说明 我们也不是来吵架 如果在美国卖猪肉 他都可以标是莱克多饭 有什么理由在台湾卖猪肉 不用标 你都知道这个是 含有收入猪肉 你要买就买 不买就算了 但是我们不希望说人民没有选择的权利 我跟苏院长说 这个这么简单的问题 何必搞到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这样不需要 当面向行政院长苏贞常喊话 柯P肯发出新闻稿四点建议 除了美猪标莱克多巴胺外 还要公布源头管理流程图 残留容许量单位 不留模糊空间 更要针对莱猪新增税号 但先前卫福部长陈时中表态 新增税号有如标签化 恐让对方不满美猪被歧视 如果我们单位要改PPM那就不要写0.01PPM 就改成0.010PPM 不要何必给人家留下一个说 台湾故意要放水的口识 不管是欧盟或中国 但是有莱克多巴胺根本就不给他进口 允许你进口 当然需要你标示 你说哪一个比较合理 做一个主权国家 也不是说完全都全部听对方的 台北市办的牛肉面节 今年冠军用的 就是莱克多巴胺的美牛 如果莱克多巴胺有问题 我相信台北市也不会由副市长亲自去颁奖 根据了解苏贞昌听完柯P发言 只说谢谢 希望可以处理到最好 但柯文哲先前才逼苏葵失智 如今放低姿态 占莱猪软硬兼施 记得曾文强 曾君伟王玉文台会报道 国民党昨天在脸书上贴出了一段影片 宣称猪只只要吃了摄肉筋 就会出现抽搐 还有斗斗等情形 但是这段影片 却遭到农委会驳斥 是个假消息 防检局更是大动作 依据社会秩序维护法 移送了台北市警局中正二分局来侦办 那今天早上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再次呼吁国民党 赶快把这个影片下架跟道歉 悬崖勒马 但是国民党的态度也非常强硬 党主席江启成直接说 这是不可能的 还不排除要反告农委会污蔑 你今天要来告 我们今天要怎么审 要求撤告 道歉 审查农委会运算 蓝委实在审不下去 因为一支脸书影片 现在可能吃上官司 国民党宣称影片中的猪吃了 莱克多巴胺之后出现副作用 不断抖动抽搐 但却被诺会打脸 说是假消息 防检局已经搜集相关事证 准备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提告 但国民党没在怕 不可能 民进党一党独大 在面对人民的质疑 也不出来适宜 直接叫你闭嘴 这是Animal Outlook用的影片 这是台湾的NGO用过的影片 坚持没造假 诸实了来记会不会有副作用 那我会必须讲清楚 而民进党立委则力挺成几种 告到底 不过国民党打铁趁热 又再释出两支宣传片 邀请大家 十一月二十二号上街反莱猪 前面的抵制防检局 农委会的预算 我们也要反提告 这个污蔑 两边态度都很硬 实案议题攻防 可能变成法律大战 猪抖动的影片 跟莱记有没有相关 直接上法院说清楚 这台北综合报道 还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猪 在明年元旦就要扣关了 但是依法规定 卫福部等相关部会 必须要派人员到美国来查厂之后 才能够进口的 但是目前他们却还没有任何的进度 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 不排除要用视讯的方式来查厂 不过现在外界也提出了三大漏洞质疑 包括蝉地标示容易造假 击查人力不太够 还有这个食品登陆系统 其实只能够控管百分之二的业者 对于此陈时中坦言 违规造假的确是会有的情况 但是重点是政府要怎么样来落实相关政策 而在人力的部分 也已经提供了一百二十六人 来给地方运用 政府是有够恶情的 立法院审查莱猪行政命令 跑声隆隆 联席委员会从单纯委员发言 直接便质询 国民党立委来势汹汹 把农委会官员问到当场愣住 就是有没有标示不实 好他要怎么确认 这个部分应该是 卫福部说是农委会 因为在这里面有国产标章的 基本上只要农委会就确认这是对的 还好一旁卫福部长陈时中赶紧出手相救 来住元旦就要进口问题还不少 包括产地标示容易造假 最重要稽查人力不足 受影响食品业者有三十万家 稽查员却只有六百多人 食用署登陆系统中能管到相关业者 更只有百分之二 三大漏洞迫在眉睫 违规造假任何的情况都有 规的比例都不到百分之一 大概百分之零点 关于人力我们现在的一个 查联的计划也通过了 那地方我们可以补助到一百二十六人 不过依据行政命令 开放前卫福部等相关部会还需派员赴美实地茶厂 但卡在疫情迟未动作 陈时中提出视讯茶厂 也予待保留表示若无法执行 不排除暂缓进口 现在在跟美方在沟通中 如果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那个 维生安全的标准 当然我们就不会准它进口 押紧手中底牌 但萊豬扣关已经倒数计时 接着传计委呈泰报道 张化县路港镇的一家怀旧杂货商店 老板在网路上抓图 把像石维他路啊 黑松沙士等这些饮料的图样 印出来放在店里头做装饰 没有想到却遭到一名 弧姓古物收藏家控告 书跟他著作的图件图样相似 还一状告上了法院 但彰化地院审理师认为 其实饮料商标随处可见 还轮不到古物收藏家来主张 并且收取授权费 而且这些翻射作品 毫无摄影创意在其中 部族与证明被告违反侵权 最后判处无罪 杨先生在张化路港 开了这家怀旧杂货商店 没想到会因为布置被告 实在毫无奈 就是网路里的 可能是那条就有 我们也不知道 要给我们够 我们要够够够 原来当初为了营造怀旧氛围 装潢时杨先生就到网路抓图 把维他路 黑松沙士等饮料图样 以每块一百元输出珍珠版刊版 挂在店内要招揽客人 结果一名胡姓古物收藏家看到 觉得广告刊版跟他著作的图件 图样相似 尽管杨先生事后把刊版拿下来 也愿意赔偿两万 但他坚持要求十六万 最后告上法院 你是没法理 没法理 这个有很多 常见的东西干嘛提高呢 要提高也是 黑松沙士的品牌来告 其实黑松沙士等饮料看板原物 市面都有也不稀奇 所以法官认为就算要告侵权 也是商标群人来主张权利 轮不到古物收藏家来收取授权费 应该是针对相同看板实物 在不同时间所拍摄 那与告示文所拍摄的照片并不相同 虽然胡姓古物收藏家提出底片证明拍摄 但法官认为这些翻射作品 毫无摄影创意在其中 不足证明被告违反侵权 判处无罪 这也让开店做生意的杨先生松了一口气 不过他也上了一课 以后使用任何图样都要特别注意 记者在欧帽中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